开悟后的佛陀 离开菩提树下 走向人间 找到了以前曾一起 修苦行的吴比丘 那当时佛陀要解决 我们人最大的一个 生老病死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他会从苦极 灭到这样的思想里面 先去着手 所以他会告诉他们说 你们知道苦吗 那你们要不要处理苦呢 那他们当然回答他要啊 那知苦当然第二个 你就是要密苦 是不是呢 那第三个要出苦 对 所以苦极灭到 就这样子讲的 这个三转四身第十二因缘法 因为佛陀刚开始 成正觉的时候 他度了众生 可是问题是没有那个因缘 所以人家不理他 他就觉得说 那我应该先来度那吴比丘 因为当时吴比丘 因为看他出了牧羊女的供养之后 就觉得说 那你没有修这个苦恨 那他们会问佛说 你当时为什么要接受 这个牧羊女 努民的一个供养 就对了 那佛陀就告诉他们说 我们不应该去 为了吃苦而吃苦 执着太多的苦 也不应该为了这个娱乐 而放映我们的身心 佛陀向吴比丘的第一次说法 佛教史上称为初转法轮 这是佛陀说的第一部经 至此 佛法僧三宝成立 佛教从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 教很多理想 其实透过阿异法得到实现 他把这个法 所谓这个达玛这个观念 用在整个政治上面 他造了八万四千个佛塔 就是最伟大的一个功德子 他对佛教这方面的功业最多 为了宣扬佛法 阿异王在印度各地 建造了三十多根纪念碑式的石柱 这些在柱上刻有赤纹 被称为法式的原形石柱 后使尊为阿异王柱 原本只流传在恒河流域的佛教 最终传过了开博尔爱口 进入中亚 沿着四路东传入汉文化圈 十二世纪末 当伊斯兰军队大举入侵印度半岛 印度次大陆的面貌彻底改变 佛教逐渐退居印度的宗教舞台 却因为在异国的开支散业 从此成了世界性的宗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